美国纽约的托儿所发生了一岁的幼童吸毒过量的命案 调查发现两名负责人在托儿所里头藏毒品 甚至把毒品和婴儿爽生粉混杂在一起 使得其他三名幼儿也吸入毒品送医 而两名嫌犯已经被起诉受压 这名男子难忍心中悲痛 留下男儿泪 因为一岁儿子尼可拉斯才送到托儿所一个星期 却莫名丧命 从此天人永隔 更扯的是 尼可拉斯的死是因为吸入过量芬泰尼 美国纽约布朗克斯区的这间托儿所原来是个毒窟 除了让尼可拉斯吸入芬泰尼过量致死外 还有三名幼童也因接触到芬泰尼呼吸困难 紧急送医 咽尿后都出现芬泰尼反应 后来纽约警方到托儿所搜索 发现午睡店上也有芬泰尼反应 搬开地板后 发现夹藏大量芬泰尼 吸食器跟其他毒品 重量高达8到10公斤 足够毒死50个成年人 嫌犯甚至把毒品跟婴儿爽身份混杂在一起 这家幼儿园的负责人跟房客两人已遭警方逮捕 面临包括杀害幼童 毒害婴儿等多项罪嫌指控 而负责人的丈夫疑似也涉案再逃 警方正全力追弃中 综合报道